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4月23号有两个特殊的日子 其中一个日子是世界的读书日 这是联合国制定的 所谓的富有诗书气质滑 你如果肚子里面有一些笔墨的话 你讲的所有的东西包括谈吐 就跟人家不一样 那当然了 蔡老师刚已经跟各位说过了 我们一天到晚去关心 到底政治的东西太深了 倒不如回到股市 你的股票有戏吗 各位 因为政治 官制两张口 说黑的也对 说白的也对 连我都搞不清楚 到底有要酸总统吗 各位 我相信你也是陷入无你迷雾 那就跟蔡老师一样 我们继续找我们专精的领域 政治的东西就丢给政论节目去 各位 今天4月23号 各位 我不晓得你看到的台湾股市 已经占上了万一了 一万一千点占上去了 这也就是蔡老师一直跟各位讲的 空头不死 多方不止 都适合不适合 各位 尾盘拉上来 拉几点 拉了18点 涨了37点 来到一万一千 一万一千多少 一万一千零九 一万一千零二十五点 不错 之前的高点来到多少 来到一万一千零七十七点 去年一月份高点来到一万一千两百七十点 但是我告诉各位 这样股市拉上来 还是有很多投资朋友 你搞不清楚方向 或者做错方向 所以你欢喜不来 我一直跟各位说过 散户你要解决你输钱的宿命 就是回到八个字 产业选股 获利必然 你如果不从产业里面 去找到明确的一个股票的话 你会被这个大盘牵着鼻子走 大盘好的时候 你有感觉很好的 你快去买股票你就追高 大盘不好 或者整个的一个气氛不好 你就会觉得去杀低 或者去放空 然后跟金钱无缘 跟股市的财神员越坐越远 然后又看看政治节目 就觉得这国家怎么这么乱 各位对不对 千万不要这样 回到最专精的地方 蔡老师最专精的地方 不用再读书了 大概可以教你怎么赚钱 就是股海掏金 各位 今天礼拜二 蔡老师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 在晚上九点钟 要跟投资朋友做分享 我同样老话一句 我不管你要不要看 反正全市场的法人 都在看蔡老师的产业面 我讲的产业面都领先这个市场 不管是一个月两个月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你后面都会落实 我都放在屏风大中华赖生活圈里面 你如果知道散户守护者做的事情 你会很敢配我 因为我不跟你讲两面话 到底是要算还是不要算 一天到晚都在奴役人民 各位对不对 阿沙里一点 上礼拜跟你讲第37集 全球云端产业 之前呢 从去年7月24号 已经讲了完整37集了 今天晚上讲第38集 我准备的东西 也很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 已经率先赚了一波 蔡老师绝对不会叫你去追高 只要你是我全球的学问朋友 有蔡老师的讯息 我们进退都会有据 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各位 要怎么加入蔡老师 我是来给你上课 不是在给你报名牌 各位 听进去 蔡老师跟你讲的东西 都是要让你增进你的什么 专业 就像竹篮打水不一定空 这是一个残语 竹篮 竹篮子 你去打水不一定空 你也许想说老师 竹篮打水又没水 各位你搞错了 你原先 脏乱不堪的竹篮 会经由你打水的动作 把它 变得很干净 这叫做什么 富有失输 气质滑 你已经升华到不一样了 看蔡老师的节目 你就不会被主力怪 你就不会被股市的财狼猛射 或者是要骗你的朋友去给你骗你 你知道蔡老师这样的做 产业选股真的赚得到钱 改变散业散户的一个宿命 从今天开始 今天是4月23号 全球的什么 读书日 各位要讀書 战略加战术 加起来就是专业 加起来就是运气 你如果没有专业 老天也不会给你好运气 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 各位 专业操盘正面迎战 我管谁要当总统 1月11号 明年1月12号 谁当总统 你1月12号日子 又过得比较好吗 各位这就是实情 你自己的人生 怎么要去让人家来帮你完成 你自己去完成 股市里面什么做不好的 蔡老师这边的知识内容 借你用 你一样能够赚回来 各位 今天的台湾股市 沙盘 全场的 全球的蔡老师的学员朋友 都收到蔡老师的讯息 这台没下去了 这个量缩 限制空方的一个什么 发展嘛 所以你怎么会去放空 你回到蔡老师的一个关键 战胜恐惧的秘诀在哪里 各位 就是产业选股嘛 你来到产业选股 你去挑好的个股 好的产业 拌好 贪很多 拌不好 也贪不少 各位这就是一个关键嘛 你走的路 这才是真正的走正道行大路 不是在教你投机 蔡老师这个节目一言心帮 光光看这四个名字 我就想要帮助散户 我希望你也感受到 蔡老师想要认真的帮你忙的一个什么 一个 诚意 各位 森达科上礼拜五四月十九号 大盘不是每天都开到走低 开到走低 为什么蔡老师跟你讲的森达科 我们一买就会赚钱 而且还大赚 上礼拜五已经创新高了 各位 昨天四月二十二号竟然拉涨停 100.5 都公开给你印证 各位有没有 昨天我印的时候102.5 腰下来101.5 其实收盘是收105 今天大盘开盘跌到38.6 38点 今天的森达科 各位三四九一森达科 来 哇 107.5 从92块短短的两天 给你涨了15块 你要去找 你来蔡老师找 我这里有菜 你吃青草的 蔡丰盛老师嘛 菜都很青草 蔡丰盛嘛 各位 为什么能够涨这么多 为什么我们能够赚这么薄 我一直跟各位说过股票我是不带感情的 股票是要拿来卖的 各位对不对 为什么 原来现阶段市场上在讲这个 第一轨道卫星商机 各位对不对 大陆在深圳 开的5G的一个年会有什么意义 没有意义 重点是这个 这个是后面五年 马斯克要搞的东西 这个如果搞起来 连中国都有危机 那个防火墙就被穿破了 一万两千颗卫星打到地球上 全世界 原先有50%收不到 这个网路的全部都打通 哇 不一样的境界 几乎已经没有国籍了 变成地球果了 各位对不对 然后呢 印度的标案 重新 拉货 华为微波元件 跟子公司瑞特射频天线 出货优于预期 你看森达克一发不可收拾 我跟你讲的这些东西 绝对都有评有据 包括今天晚上 你如果正好有别的事情 你也记得先加入 蔡老师的品封大中华生活圈 你网路电视我都会po上去 股民朋友来蔡老师这边 我一定会照顾你 当你验证了蔡老师的专业 我希望你赶快跟上来 你可以利用母亲节 蔡老师给你的最大的温暖 跟蔡老师接轨 就跟这个一样 低轨到卫星一样 未来全世界都接轨 各位知不知道 力旺3529的一个什么 力旺今天也创新高 我从3月5号 在57金钱报跟你推荐的 各位 从279今天涨到410 智新昨天也创新高 各位IC设计 跟谁选举有什么关系 都公开给你印证 各位对不对 来 智新 力旺 一龙店之前赚过了 各位对不对 来 你看全球IC设计的排名 还有这些联勇 瑞宇 瑞宇 有看到没有 各位是不是 瑞宇昨天还创新高 各位 你看 联勇 最高来到204 3月5号的时候 168 我问你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让你想买多少 就买多少 完全没有所谓特定主力色彩 都是法人认定的股票 这就是蔡老师跟你讲的 专业的能力 才能当守护者 你以为每个出来喊喊名牌 然后 逃跑龙套 然后跟你做事后解盘 做一些事后节目 就能够当守护者 那太刺了嘛 各位 那你干脆去电影院看电影 那个都剪接了好几次 才出来称重的呈现 对不对 你以为那个 我们与二的距离 一近到底 也是咔了好几次嘛 才会让你感动的落泪 我也希望这个节目 议员新帆未来 能够过3.6 让东森财经台高兴一下 为什么 因为蔡老师 行的正走的正啊 我开大门走大路啊 通通不用选举再喊口号 我还要问你说 那好不好啊 那就欺负你嘛 群众在一起 智商都往下低啊 各位都往下拉啦 你要自己去胜毒去思考 你才能怎样 富有私塑 气质滑嘛 你才能成长嘛 各位对不对 你看 浪头上的股票 今天美率为什么涨 你看 穿载装置 蔡老师狗瞎一家 各位对不对 这些勾别 为什么我们能够 一而再再而三的 从里面获利 这就是工夫嘛 蔡老师 有在跟你做落后解盘嗎 連貌 今天又拉上去啦 各位是不是 为什么 因为他全球围有厂商啊 他供应给陆系的一个社品版的一个材料 加上法人调高他的什么 目标价 各位看到没有 所以我跟各位讲 与天为敌 不如与神同行嘛 不要跟趋势 不要跟时间为敌嘛 你现在去放空 到底在放什么意思的 你后面还要回补一次呢 之前股东会造册回补一次 后面还要回补一次 又何必咧 美律有被你空下来吗 让专业的来吧各位 产业选股 战胜恐惧 槍在手 钱在你的手 跟着蔡老师布局就对了 蔡老师帮你一档 接着一档转不停 母亲节 各位最大的一个温暖 我希望你好好把握 广告中的咨询专线 我们先把时间交还给曾伟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广告 回来继续请蔡老师分析 欢迎回到一言新邦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的 再三的跟各位强调 今天又是礼拜二了 晚上九点钟要做什么 各位 除了你去买宵夜之外 记得看蔡老师的节目 受邀的节目很慎重 因为蔡老师都花了很多的时间 尤其这些主题 不是三两三能够跟你解释的 各位 所以晚上九点到十点 要看本台的五七金钱报 因为蔡老师要端好料的跟你讲 我这个各位强调都了解 因为蔡老师都讲在前面 让你印证 对不对 所以说你都可以看得出来 跟人家明显的不同 所以我根本都不用跟同业比 各位 品封大中华 在生活圈也邀请你加入 里面何康的更多 各位 加入好友 按一下 官方推荐 显示全部按一下 打入品封 品封不用加上大中华了 各位 然后按加入就好 你就来到蔡老师 散户守护者 品封大中华 在生活圈这个原地 那我刚刚也跟各位说过 4月23号 是这个 联合国制定的 世界的一个读书日 那同样第二个日子是什么 各位 是 中国的海军节 对岸 中国 的一个什么 海军的建军节 为什么挑4月23号 之前蔡老师退休的时候 蔡老师在中国大陆做生意 我的一些大哥 央器的一些总裁 请蔡老师去这个江阴 吃这个长江三鲜 就是刀鱼 石鱼跟河豚 各位 这一桶很贵的 因为央肢很贵的 他们跟我讲一个典故 因为蔡老师算是台军 蔡老师也是义务役 当一年十个月通信的 他们就跟我讲 说小蔡 你知道江阴这个地方 以前这个国共内战 这里有一个要塞 守住这个长江的一个天险 如果这个守得好的话 基本上不可能 渡江战争 各位对不对 那当时呢 国民党就说这个江阴要塞 起码共产党要三个月打不下来 然后你知道我这些央肢的一个什么 央企的一个大哥就问我说 小蔡啊 那你觉得江阴要塞 我们花了多久打下来 各位 我说那两个礼拜 那我也是蛮思想的嘛 在场全部啊 都是央肢国企的嘛 对不对 他说没有 他说一个晚上啊 一个晚上就造反了啦 那时候是4月22号 4月22号 国民党的江阴要塞失守 一天啊 我倒啊 为什么 又是一样共谍嘛 所以不用外患 内乱就倒啦 各位 再来呢 为什么讲到4月23号 那时候我们有个庞大的舰队啊 正好在中游 你江阴要塞守住这个中下游啊 惨了 变成啊 背叛啊 然后呢 这支舰队呢 这个舰队长啊 他也要 把这个共产党这边去投城 还好这些舰队 后面有18艘舰艇啊 渡过江阴要塞啊 跑过来 18艘 7艘被打成 剩下11艘 所以到时候就有这一段的一个典故 我听的也是蛮感慨的啊 各位 所以我在那边跟各位讲 其实这个东西啊 我也搞不清楚什么对跟错 因为我智慧太低了 我根本没有什么判断政治的能力 我只能保护散户你啊 好好地做到好股票 这是蔡老师的专业 政治的东西 就像我今天花了11点10分到12点20分 我也看没啦 无理名物啊 倒不如去爬山 爬山的无理名物会让你养生 养生对不对 当一个仙人 不会来城市里面当俗人 同样的你在股市里面 你也想当仙人嘛 你也想要一直赚钱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有没有能力 逃过老虎的狙擊啊 狮子 毒蛇猛射的一个什么 一个袭击 或者你最好的朋友 出卖你 你有没有想过 你如果都没想过不要进来啦 股市这个水啊 虽然比政治的水啊 还要来的浅 但是也蛮深的 也是深不见底 整座人 整匹人 包括报告出来 抄一抄就随便给你 用目标价要骗你 一大堆 蔡老师太熟了 蔡老师在这个业界二三十年 所以我才会啊 结束我悠闲的生活 每天翘下来跑铁嘛 我出来当散户的守护者 我要的就是啊 有这个观念 叫做选好股 好选股 股选好 就像啊 法股三啊 圣言法是一样 你要你什么都做不好 你可不可以当一个好人 这最简单嘛 当好人说好话做好事 这很好的啊 对不对 老天爷也会帮你嘛 各位对不对 所以人善被人欺错了 人善天不欺啊 你只要到达选好股 谁会欺负你啊 主力也不敢去动 公司派老板正直的话 谁会去跟主力配合啊 我问你 那有没有 就禁债不严重啊 没有的话 为什么股民会那么惨 为什么那么多个股会下市 所以我告诉各位 股市啊 是一个大懒缸啊 你今天你要走的路 要跟对的人走在一起 不要再自己去啊 想说有宝物 输了啊 整个啊 整个啊 金山银山都不够你赔 各位 4月16号 我跟你讲的 对不对 飞龙成云庞大商机 来 6245的利端 你看哦 为什么我要讲利端 你注意看哦 蔡老师跟你讲完哦 一直熬到啊 今天我们出手 为什么一出手就大赚 来我问各位 好的股票法人天天买 但是法人天天买 不代表他不会跌 因为股价有他的惯性 但是我一出手就要能够大赚 就是这个观念 一出手就大赚 然后呢 法人一直买的效用会后面发酵 有没有机会过前高我笑一笑 因为一切如同我给你的锦囊形式 世界读书日 让蔡老师卖弄一下玄虚 如我给你的锦囊 就是我的讯息 进退有据 各位大力光 配息出来了37.4 不好 怎么会好 去年配多少 去年配72.5 今年配68块 那好 不是说好三镜头的渗透率 大力光今年可以收多少 是啊 没错都没改变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今年需要钱 他要设新厂 那你能接受吗 所以说为什么今天大力光 其实不是台积电的问题 今天是大力光利空不跌 这个大盘才涨37点 你懂得没有 这就是美国了 各位 自贸 今天4月23我印出来的时候150 收盘多少 请导播打出来2360的自贸 收盘收151 各位 自贸昨天来到多少 153.5 各位啊 昨天来到153.5 外资已经连五买了 连五买了 我跟你讲完之后138一直涨 各位有没有看到 你说这些个股啊 我们赚的神不知鬼不学 后面呢 后面难道只是要创新高而已吗 我还 我还弄这么大的阵仗干嘛 没意义嘛 各位对不对 所以我才会跟各位说嘛 很多的一个东西啊 不是一下子能够讲完的 对不对 包括我跟你讲的 汉与伯 汉与伯德 持有华星科三万六千张 你现在看到市场在调降啊 国具跟华星科的一个平等 那又怎样 各位 蔡老师跟你讲的 汉与伯德 昨天还是投信买超第一名 美律 2439的美律 今天啊 两个月的一个盘局结束了 往上拉抬了 蔡老师从1月8号120块就跟你讲 完整的一个内容就跟你讲 跟随美股市值王 亚马逊 就美律 起涨点 我们做股票 绝对不会突然之间 飞出一只喜鹊 那只喜鹊丢下来 台积电我们就去买 各位 你不要听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怎么会接受 事先要准备 你事先准备好 合理的买点出现 我就带领你进场 然后呢 就赚多赚少的问题嘛 各位对不对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市场绝对是不公平的 各位你一定要听进去 不公平的市场 一定要找专业来当你的靠山 不要黑白去玩 买买买的 你会撩整个口袋 你会得不偿失 所以蔡老师邀请你 来做我的产业选股 战胜你投资的恐惧 枪在手 钱在你的手 跟着蔡老师布局就对了 蔡老师帮你一档 接着一档的赚不停 母亲节快到了 蔡老师也释出最大的诚意 给你最大的温暖 你好好把握广告中的咨询 专线有任何难题 一通电话 解决你股票 不赚钱的烦恼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也提醒观众朋友 节目当中的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朋友还是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等待 订阅 转发 打赏 点赞 召阖